史上第一次的爆米花夏季棒球联盟 即將於5月24號盛大登場 在今年參賽的6支業餘成棒隊伍中 重越科技是唯一一支 沒有政府資助完全私人酬組的 甲組成棒球隊 當初會在2011年成立球隊 完全是因為熱愛棒壘球的董事長郭志輝 在2008年受到北京奧運 棒球輸給中國的刺激 才會掀起酬組球隊的念頭 而在當時第一批草創名單中 除了找來前職棒球員王成浩和吳思賢 擔任召集人和總教練以外 包括唐兆婷和溫志祥等旅外球員的加盟 在當時也引起了不小的話題 加上王俊傑 楊冠威以及羅國隆等業餘好手 隨後都成功升上職棒舞台 也讓重越和爆米花聯盟提升業餘競爭力 培育台灣棒球人才的訴求不謀而合 拖腰成為第一屆爆米花聯盟的元老球隊 經過了前幾年在業餘棒台的耕耘後 重越從2013年開始成績越來越好 除了拿下協會盃全國城棒年度大賽的季軍以外 也首度殺進城棒盟主盃整把賽 而在今年的甲祖城棒春季聯賽中 更是第一次殺進十二強副賽 創下對喜最佳成績 目前正中包括李金龍 蕭宇齊和江建民等球員 都曾為職棒球隊效力過 加上四月初簽下前一大投手林克千 讓重越在五月的爆米花聯盟成為一支不容忽視的禁律 來體育新聞的最好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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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